仔细看 这个鼠标竟能在女人的大腿之间晃动 轻轻一点后 看见女神真的有所反应 小王并更加肆无忌惮 手指不停在肩膀上来回摩擦 此时 女神则渐渐进入了状态 无法控制地扭动身体 他明白自己无法继续忍耐 于是便急忙起身赶往了卫生间 看着女神这副失态的模样 一旁的始作俑者露出了笑容 实在是太不低头了 原来就在刚刚 小王上班有些无聊 就在他打算摸鱼的时候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电脑鼠标竟然被他划出了屏幕 到达了现实世界中 甚至能在墙壁与电脑之间自由出入 他赶紧转身看看周围的同事 大家都在低头忙自己的事情 显然只有他的鼠标才是天选之物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错觉 于是小王小心翼翼地指到了水杯 然后按下左键 这些水都倒在了地上 肯定不是活在梦里 想到这里他暗自窃喜 又将鼠标移动到了一边的薪资条上 直接给自己上涨了一大波绩效 迎来了自己的致富人生 这么重要的发现 当然要第一时间与好哥们分享 于是他也顾不上小李正忙着搭讪美女 激动地炫耀自己的新发现 他将鼠标移动到建筑的墙皮上 框住一块地方 按下复制和粘贴键 拖动以后就能盖住旁边的窗户 毫无PS痕迹 紧接着他们又盯上了路边的特兹拉 轻轻一拉就能任意挑截车的大小 直接把跑车改成了玩具车 车主捡起一看当场傻眼了 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夜分显白以后 行友居然比小王还要激动 小李觉得现在有了这神奇的物件 根本不需要每天辛苦的当个996 他越说越兴奋 甚至提出两人可以删掉其他人 一起坐上世界的霸主 成为独享地球资源的统治者 小李已经激动地灭红耳赤 可小王听着却很不识滋味 这哥们儿明显是想要翻一杯羹 可这宝贝明明就是他先发现的 一山不容二虎 就在小李振奋不已之许 小王表面假意银河 贝利利却悄悄点开了批读软件 对小李使用了框雪工具 彼时他仍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殊不知一个转身以后 他就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只留下选区外的一只手臂 跌落着楼下 这也引起了吃瓜群众的注意 抬头看见天堂的小王 认定就是他 就是那个始作俑者 如此残忍不堪的手段 激发了大家的愤怒 纷纷拿出手机准备举棒 看到这幅场景 小王干脆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底下所有人 连同证据一起框住 接着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删除键 做完这些 他开始害怕鼠标的秘密被别人发现 于是逃到四处无人的大街上 准备好好盘算 近乎称王的生活 可就在这个时候 自己恍惚之间 竟然好像又看到了一个鼠标 从身边飞过 于是他停下来仔细查看 发现一个硕大的键盘 正直直地指向自己 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咔咔两声 小王倒地而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过度沉迷于欲望 自己也终将会被欲望吞没 女人用消除笔 劈掉自己的指 下一秒 嘴角竟传来了痛感 她疑惑地看向一边的镜子 脸上的大黑纸 居然神奇地消失 小美有点不敢相信 直到她反复观察整个下巴 才终于确认 指确实被点掉了 她明白 这肯定是电脑转件的效果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用液滑工具 挤了挤自己的腰 神奇的一抹再次发生了 小美的腰 果然跟着收窄 她万分惊喜地看向转件 再次滑动手中的鼠标 给自己的脸颊 挂上两个大红灯笼 然后再看镜子 这百里透红的效果 小美感到非常满意 可透过镜子 她观察到了不对的地方 为何瞳孔多了一点泛白 她疑惑地看向了一边的屏幕 软件上的橡皮画笔 竟然自己操作了起来 小美大惊失色 慌张地摇动了手中的鼠标 可电脑像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即便按下扯销键 也仍然于事无补 很快 小美的两个眼珠子 就都消失不见了 可接下来 画笔又对她的嘴巴动手了 可怜的小美就这么被封住了嘴巴 她赶紧关上了眼前的电脑 害怕地连连后退 好在现实中的自己 也及时恢复了原样 她不可思议地望向桌面 难道刚才的一切 都只是因为自己 她想变美 而产生出来的幻觉 好奇心却使她再次来到电脑前 缓缓打开屏幕 幸好这次无时发生 就在小美以为 这真的是虚惊异常的时候 电脑不知为何就细屏了 这次她是真的恐慌了 赶紧打开房门 想要逃离这个害人之地 可就在这时 屋里的电脑 居然自己打开了 就在小美快要逃进车内时 电脑正使用套索工具 框住了她的整个头部 接着按下删除键 就这样 小美悲惨地变成了无头小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过度依赖美颜软件 真实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女人将鼻子轻轻的捏 鼻尖居然真的可以变长 小美内心十分窃喜 这简直就是拖拖的像骄人 她高兴极了 激动地笑出了声 可这服匹诺曹的样子 终究是不大好看 于是她又将鼻子 轻轻按了回去 这次同样成功了 可就在刚刚 小美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接到了电话 是心爱的男友打来的 她提出 想将约会提前半小时 原因想赶紧接到 朝思暮想的女友 小美招架不住 对方的甜言蜜语 欣然答应了下来 害怕约会迟到的小美 又赶紧来到化妆境前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她发现自己的鼻子 居然长了一颗青春痘 无论拿多后的粉底 都始终无法遮住 此刻 她十分害怕遭到男友的嫌弃 谁知抬头的那一刻 额头竟出现了一排纸印 小美有些错愕 赶紧用手又疯狂地搓揉 令人惊喜的是 这次不仅是纸印消失了 小美看下一旁的杂志 决定按照封面上的女郎 给自己安排一次捏脸大法 第一步提高发际线 第二步拉出尖尖的下巴 接着撑大眼睛 浅浅开个眼角往上一推 饱满的苹果肌立马呈现 再捏个性感的嘟嘟唇 修长的天鹅井也要安排 最后别忘了粗粗的小腿 小美望着镜子前的自己 满意的咧嘴大笑 这时男友已经按照预定时间 来到家门口 按下了门铃 可屋内却迟迟无人回应 于是她再次敲响房门 其实小美就在屋内 她知道男友的到来 可内心又陷入纠结 这样的自己真的好看吗 心爱的男友又是否能接受呢 望着大边样的自己 小美陷入了沉思 最后她还是选择 主动打开了房门 望着眼前的女友 小伙突然眼前一亮 说她今天是真的非常漂亮 可实际上小美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选择以最真实的自己 面对爱人 其实美丽本就是生于自信 自然的魅力 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人 如果你拥有这项能力 又是否会选择改变自己的样貌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